哈喽大家好,我们是大坤和小猪 看到大坤在这干啥呢 大家好,我是大坤 干啥呢在这 修边 手工封面条呗 对 我封了两块板 修边机,封面机不是不好使吗 对啊 使不好,朋友们都知道 然后我就又改用纯手工了 其实说实话 这个手工封那个边 要比封面机封的结实 就正常来说如果封面机好使的方向 这也是没有这个手工结实 这个手工是 块钱浇两边抹完 然后干透 抹上 这是我封的一个手工边 其实也挺完美 感觉比那个板着 比那个咱修边机 封边机整的板着 现在就是这个边 封面条会宽一点 要把它修平了就可以 这是个细致红 修平好修吗 好修 这都是一个 这个装修木工的基本素养 以前没有封面机 现场打下去都是这么做 这些使用游行封面条也很少 就是粘这个条子 我记得咱们家那个也是 就是这样的是吧 对 然后边是用抛 披着刀子给它修一起 对 现在又有 这个修边的手工具了 这也是封面机那个 送的 送的 人老板就知道 封面机不好使 让你手头缝 不是 它有一个 就是曲线封面 不然 然后那个机器不能修边 只能用这个修 用刀也可以 这个不是什么难点 这个可是一个技术 我感觉 这一手一嘚瑟 就一个弧度 就可以从这个边穿一下 再贴这个胶子 两边胶一点都没出来 然后贴的还挺平 是啊 板板正正的 感干净净的 我感觉还可以 而且那个封面机 它整的有点一击 对 那个胶量都没调好 对啊 不管了 手动封边吧 这样是更板着更利索 朋友们呢 你们说气不气人 大坤自己在那 一个边就剪成一个条 然后转圈是四个条 然后也不告诉我 然后我这转圈 我整成一个条了 哈哈哈哈 现在都无从下手 别整了 快来帮帮我 动不了了 哈哈 干了 走吧 这个 这个俩人要是 配合不好 对 配合不好也不行 一个人根本整不了 我太长了 哈哈 那你也没说 可以分开整啊 我就寻思 一圈下来得了呗 哈哈哈哈 这么长的一个人 是真整不了 后面必须有一个人 在往上拎着 要不然后面 只要是两面胶往上一搭就完 就就扎一声了 嗯 我感觉 这比那个机器封的好多了 要不说 现在为啥人工贵呢 人工多费力啊 是不是啊 那机器整得多快呀 省时省力 完了 不结实 嗯 这人工整得又结实又美观 就是慢点 这个人工吧 嗯 后面想让手工封 嗯 绝对能封得特别漂亮 对 为啥说有些人说 这个机器封得好呢 就是 咱们在和家剧的时候 有些那个 企图比较着急一些 它不是那么细致 所以说它就 没有这个 手工那个效果好 机器那个效果好 正常来说 一两个 嘎嘎 看看 多板着啊 我感觉比咱的机器效果好 说咱不会使那个机器 机器使不明了 咱已经上岁数了 使不明呗 高端机器了 估计大家看完大坤和小庄 这次贴封面条 还会有朋友在问 大坤呐 你这次贴封面条 用的都是啥工具 什么胶啊 怎么刷的呀 这次小庄给你们介绍一下 不用大坤了啊 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就是这个酒 快快达 这个酒 然后 那不就写着快快达吗 这不写着快快达吗 那就是山寨的 是吗 山寨的也无所谓啊 也好事 然后再准备一个塑料小小盖 就是这样的 准备倒酒 就把胶到里面 用刷的一站 然后刷到你 事先准备好的板上面 哗哗在这边一顿刷 完了再刷在 之前准备好的封面条上 反面 哗哗一顿刷 等两面那个胶都干了之后 把两面往一起一摘 然后再拿皮纸刀子 呱呱一呱 完事 简不简单 这回 一点不复杂啊 不用再问了 相当简单了 小庄都会的现在 看不看到 拿皮纸刀往前一推 就出来一个丝 就OK了 就是用刀片 写这个多余出来的封面条 这个边 就有点像那个豹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往前一推 给它刮平就OK了 相当板上了 看这就是大坤刚才封上的 贼板 它有个小细节 嗯 给大家说 什么小细节 正常你封完 这个边之后 嗯 然后用壁纸刀的刀背 好吗 一下就挂直了 啊 一定是壁纸刀的刀背啊 这一下就直了 得强调一下了 这要比那个 只要你的脚不抹多了 嗯 要比后面一封了好多了 现在是分工非常明确了 大坤负责修边 我负责刷脚 哎呀 刷脚这活我最远干 是有意思 是有意思 嗯 这干这完可以有瘾了 就是可以治愈强迫症 强迫症 这是最爱干的活 强迫症是病吗 强迫症是 是一个心理状态 它不是一个病 但是严重了 它也是一个病态 又整啥呢 又换封面条了 是 这个外置厨房 嘎掉一块 咋还给嘎了呢 其实那个马叔叔阿姨 他来研究了 这个位置放这个小的器杆 放这个小的器杆 然后从上面往外拿 不太方便 只能从侧门 如果下雨的话 从车里拿不出来 必须打开后门 不是自房拽着 你才能拿出来 阿姨那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要是下云天的话 上面咱们这样 把这个板尬去之后 就可以在车里 不用下车 就可以把这个煤气罐 拿到车里去了 对 它俩要设计一下 所以让我给它尬掉了 对 尬掉之后 我给它重新贴一下风筋瓶 阿姨这个心特别特别细 您的阿姨管做话呢 是啊 盈盈又来监工来了 看爸贴怎么样 指点指点 盈盈 网友叔叔阿姨们说 让你说两句话 盈盈 这个你要吗 要不要 不要不要 要吗这个 就会说这么多 你说 我这边已经OK了 这个柜上还有边条上 我都已经帮大坤刷上脚了 一会儿大坤忙完那边 往上一沾一嘎 他完事了 哎呀你这是整啥呢 这是那个额头柜啊 天呐 这么快又成型了 这也太快了 这个锯好像有点烧了 梦兰烟了 嗯 在我跟大坤沾封面条的同时 我爸已经把那个额头柜的样子 都已经画出来了 现在大坤给他嘎一下吧 这个型真是不错啊 这轮车的那个 真漂亮 是啊 像这种异形 那个台锯就用不上了 也能用上 这费劲呢 还得往上拧锯啥的 对 要是多的话 整一下型 就是一片两片的 就自己手动嘎一下 怎么办事 整个后面 这两个箱体的封面条 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哎呀 真是非常的好看的 贴完封面条之后 跟不贴封面条 简直就是 相差太大了 看我爸在前面 做那个额头柜呢 哎呀 晚上我爸天天来 给咱们爽车提提素 看看我们现在 这是一人有一摊的活 我负责沾这两柜的封面条 大坤负责贴这个封面条 我爸是负责整那个额头柜 非常带劲 这样干活特别好 特别出活 我就喜欢这样干活 不喜欢磨叽 直接说我磨叽 你对磨叽 你有脱炎症 这改不好 马叔直接买防腿的 不要了 头大 咱这活 其实也是基本接近尾声了 后面这个床 已经完全完事了 然后就剩把水箱 给它固定好 就完成了 中间那个柜 已经封面条 已经OK了 就把那个盖 荷叶 它俩一连几 也就完成 然后这个额头柜 这不是整着的吗 封头 然后还有个门 整上就OK了 非常带劲 太好了 我就喜欢这样 骑到咔嚓 非常速度的干活 还整得非常板着 带劲 我愿意 看这种 速度的干活 不愿意整得 磨磨叽叽的 你就直接说我磨叽叽 就行了 重复好几遍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第三遍我还没说呢 确实我当时 看磨叽 你这个多少天 尤其还冷 咱还到嘴里 赶紧整下一个 然后咱们好出门 你没听马叔 今天来说吗 怎么变 大魁这宝文做的太好了 是啊 说了 听到这个 真是太高兴了 得到了肯定 非常好 当时再累再冷 也值得了 今天不早冷 我说当时 贴宝文指针的时候 当时是 那时候宝文指针 你忘了还得拿那个 那叫啥了 电热 就是电暖气烤 还拿炉子上 去烤去 去熏去 老费劲了 正常接开就能贴 那天是接完之后 还得烤 还得整 什么的 飞半天进 这句话怎么说呢 客户满意 一切辛苦 都是值得的 什么事 你不让我来说 你不让我来说